大坎重陽敬勞金引眾怒 柯文哲從哪裡跌倒 就得從哪裡爬起 畢竟若想指望 橘袍加深一票都不能少 聊天是都可以聊 有空就聊 你要聊什麼 聊第一次的 我現在不算再講吧 政黨推薦快速通關 柯文哲沒說死的總統夢 搞得綠營人心惶惶 官會23號下午召開會議 內文表明 大陸介入台灣選舉 持續的政治操作 就是拉白打綠 硬是把柯文哲貼上紅標籤 講一個笑話給你聽 今天早上 我們每天早上 陳惠環有個叫雨前會報 然後那個 爆完的時候 你知道我第一個反應 是問什麼嗎 我那時候沒有很仔細聽 他爆完之後說 這是哪一個媒體的 哎呦 我感覺就上面寫 這輔選會報就好了 支持第三勢力瓜分 民進黨票執政者 協的會聲會影 柯文哲反嗆 根本不可信 同時當起分析師 要民進黨別以為 人民真的蒙上眼睛 唉 這也是一個淪落 你知道嗎 每次都槓估 所以越幫越忙 所以人家說那個 假如說 我想他們應該也學乖了吧 他們現在應該對台灣的選舉是 睜大眼睛在看 但是也不太敢 不太敢去出什麼出手 以前就以前的經驗 每次 每次介入 每次都反效果 不肯被指黨政不分還加碼 抹紅 身為黨主席 卻還得籌找不到人 曾說不分去提好提滿 口中的學姐 活旗 卻沒那麼好說服 柯文哲連兩天 炮口對準 蔡英文一吐怨氣 我已經不是講了嗎 請小英總統示範 什麼叫黨政問題 他做一個好的示範以後 我們就會跟著辦 白綠不在互信翻臉為敵 昔日情誼不在 更多的是彼此之間的猜忌 記者簡宏齊問文宣 SNG小組 台北報導